这绝对是近年来最好看的末日神剧 全城高能紧张到窒息 而且开局就是王炸 女主因为圣母新爆棚直接把妈妈害死 话不多说故事开始 女孩马上期末考试 爸爸却突然间来到学校 莫名其妙地拉着她往外等 并且告诉其他同学赶紧回家 自己则驾着车拉着全家人逃出了城市 此时丽莎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收音机播报了一条重大新闻 整个城市的居民突然出现急性过敏和呼吸道问题 已经死了上百人 目击者称这些症状是在一场大雨之后出现 此时的莉莎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可弟弟尼克一直在风闹丝毫不知道危险 父亲提醒他系好安全带 接着就伸手去帮忙 险些酿成车祸 前方大货车侧翻在了马路中央 他们只能选择不鞋 在穿过一片丛林之后 前方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建筑物 这是一处末日地堡 经过一番操作父亲打开了大门 几人迅速钻了进去 刚一进来 爸爸就启动了消毒系统 避免病菌进入内部 这座地堡是专门为预防灾难准备的 里面什么都不绝 接着爸爸拿出一个平板电脑 利用它可以控制整个地堡的生态系统 然后拉着妈妈去了隔壁的房间 弟弟咕咕地说了半天 莉莎十分害怕 但也听不清楚他们在说什么 等父亲出来 他告诉莉莎一个惊天的秘密 雨水中含有一种能杀人的病毒 严重程度超乎所有人的想象 而且他是这方面的科学家 只有他能帮人类渡过难关 接着就将年幼的弟弟托付给了莉莎 并告诉莉莎他的弟弟 尼克是这场灾难的关键 不管发生什么一定要照顾好弟弟 而且不能让陌生人发现他的存在 莉莎听的是一头雾水 可还没来得及询问 父亲就急匆匆地穿上防护服离开了地堡 等父亲走后 莉莎拿出手机 上面都是一些恐怖的消息 城市已经沦陷 人们逼不得已只能待着家里 每一秒钟都有人在死去 而且人一旦被感染还可以互相传播 此时的莉莎早已被吓破了的 妈妈解释说外面雨水虽然带有病毒 只要他们待在地堡里面不出去 就伤害不到他们 虽然她表面上看着很镇定 手却不停地颤抖 准备给孩子们做点热可可压压紧 可就在这时 地堡的外面传来了声音 尼克以为是爸爸回来了 但如果是爸爸回来 自己肯定有地堡的钥匙 何必这么疯狂地敲门 莉莎肯请妈妈帮帮外面的人 妈妈思索良久 毕竟身处默示人人自危 刚想拒绝他们 一转头的功夫孩子却不见了 没想到两个熊孩子 竟然直接跑到了入口 打开了地堡的大门 吓得妈妈赶紧冲了过来 此时外面正有一个奇怪的男人 明显是已经神志不清大喊了救命 接着就一把拉住尼克 情急之下 妈妈只能将男人扑倒 可自己却深陷在毒雨当中 莉莎和尼克早已被吓破了 喊着妈妈赶紧进来 可没几秒钟的时间 妈妈就躺在地上浑身抽搐 莉莎只好关上了地堡的大门 接着就打电话给爸爸 可一直打不通 短短半天的时间 他们就失去了双亲 莉莎无比自责 如果不是自己执意去开门救人 妈妈就不会死 她思索良久寻找着 和这起灾难有关的线索 总算回忆起了某一天 她放学回家 偶然听到过父母谈起过这场病毒 似乎早就知道事情会发生 言语间提到过一种又变气的东西 正在为要不要给弟弟尼克使用而争执 莉莎想了很久也想不通 他们说的到底是什么 弟弟尼克身上到底藏着什么秘密 他只能听从爸爸临走前的嘱咐 肩负起照顾弟弟的责任 而就在这时 他在平板电脑上发现了一个大秘密 原来像他们这样的地堡不止一处 也许还有其他幸存者躲在里面 他试图通过电脑联系他们 可弄了半天都是连接失败 眼看着办法行不通 姐弟两个就在地堡里寻找其他方法 在柜子下面找到了一台崭新的无线电 接着让弟弟将信号台放到了入口 没多久就联系到了一个幸存者 对面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说自己在家里的地下室 并告知他们附近刚刚建立起一个集合点 丽莎翻看电脑确定男人说的位置是一家医院 可话还没说完 无线电就再也没有了反应 经过一夜的挣扎 丽莎下定决心想去男人提到的集合点碰碰运气 看看是否能找到其他幸存者 为了以防万一他还穿上防护服 可刚走到入口准备按下按钮 他就放弃了 心想如果出现意外自己死在外面 弟弟该怎么办 想起父亲曾经的嘱托丽莎不敢去冒这个险 他必须坚守对爸爸的承诺 接着就安心带着弟弟躲在地堡里生活 时间过得很快 弟弟转眼已经成年 过去六年的时间里 姐弟俩每分每秒都盼望着爸爸能够回来 尼克猜测也许已经死在了外面 而且目前他们也出现了大问题 地堡里面的粮食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 一直待在这里他们也会饿死 外面的情况到底是好是坏 他们也不清楚 丽莎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思来想去她又想起了六年前 男人提到过的那个集合点 只能去那里看看是否真的还有幸存者 接着她就穿上防护服 准备离开地堡 大门刚刚打开 就看见外面漆黑一片 还没走多远 前方突然出现了一只可怕的生物 吓了丽莎一跳 仔细一看竟然是一头梅花路 接着她就顺着记忆想要找到 那个幸存者的集合点 没走多远 就看见墙上的标记提醒她 距离集合点还有2500米 按着指示丽莎来到这里 从外观上看像是一家医院 而且荒废了很久 当她走进室内 惊恐地发现所有幸存者都已经死在这里 看见这样的惨状 丽莎早已吓破了难 朝着地堡的方向疯狂跑去 眼看着外面毫无生机 地堡里的粮食也即将耗尽 丽莎只好骗弟弟尼克说 打算明早离开地堡寻找下一个避难所 实际上是打算带着弟弟安安静静地死去 不想再痛苦下去 到了晚上 趁着尼克熟睡偷偷地躺在她的身边 接着关闭了地堡的供养系统 警示灯不停地闪烁 提示着室内氧气含量倒进 随着氧气的缺失 丽莎当场昏死过去 可她也没想到 尼克却在这个时候醒过来 发现情况不对 疯狂推着丽莎想要叫醒她 眼看着来不及了 她只好用蛮力将丽莎拖到入楼 接着就打开了地堡的大门 由于六年没有见到过阳光 一时间尼克的眼睛还无法适应 刚一出来丽莎就醒了过来 尼克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空气 抓起一把泥土感受着大地的温度 可还没等他们缓过神 前方就出现一个神秘人举着枪对准他们 接着更多的人冲了过来 将他们逼回了地堡 姐弟俩也被吓坏了 也搞不清他们是善是恶 不停地往后退 领头的男人告诉他们 只要敢乱动一下就杀了他们 而且他们当中还有一个女人 问他们是否被感染 丽莎赶忙解释说 六年来他们一直待在地堡从未出去 原来就在昨晚丽莎出去找集合点的时候 这帮人就盯上了他们 目的就是抢夺他们的食物 在地堡里搜寻了半天 一个卷毛发现了一袋饼干 就疯狂地往嘴里塞 简直就是一个饿死鬼的模样 眼看着同伴走来 又急匆匆地将剩下的藏了起来 此时丽莎两人已经被关进了小黑屋 她恳求外面的女人放了自己 可喊了半天对方也没有回应 她只好用笔在玻璃上写了几行字 想问清楚这帮人在找什么 女人吹了一口气 在玻璃上写到食物 眼看着毫无所获 领头的男人马丁就打算离开 但觉得丽莎两人是个没准 想将两人饿死在里面 情急之下 丽莎找到爸爸的平板电脑 接着关闭了地堡的灯光 然后又打开将马丁拧了回来 她在玻璃上写道 你们不是要食物吗 我有很多 看到这里马丁两眼放光 只见丽莎平板上标记着很多地堡的位置 也就意味着会有源源不断的食物供应 马丁很兴奋想她凑近看看 然后 接着用手指指着自己的头 意识就是说 地堡的位置全在我的脑子 要想找到食物 就得放了它们 马丁思来想去 还是决定将两人带上 另一边 一个正在放哨的士兵 突然发现了异常 前方大路上出现了一个女 二话不说 拿起枪就准备射杀 紧到她此地已经完全封锁 不离开这里她就开枪了 可女人根本不怕 反倒是加快了脚步 几秒钟的时间就来到了桥的另一边 士兵大喊着叫她停下 女人依然自顾自地向营地方向走去 本应该直接开枪射杀 可士兵却心慈手软 殊不知就是因为她的一时心软 害死了营地里所有的战友 等她返回营地时 就惊恐地发现一名战友因为感染而死 转头一看司机也死在了车上 她怀着一丝希望走进帐篷 扑面而来的恶臭令她无法呼吸 没想到因为自己的意识疏忽 害死了所有的战友 而且那个女人也死在了这里 幸运的是其中一名战友活了下来 但她的状况不太好 转眼的功夫就开始神志不清 呕吐不止 几秒钟的功夫病毒就夺去了她的生命 士兵名叫马丁 因为怕被部队惩罚当了一名逃兵 转眼六年时间过去 脱去军装之后成了一个亡命毒 也就是她带人在地堡中抓了丽莎姐弟 想让他们带路寻找下一个地堡的位置 因为只有地堡中的食物才能让他们活下去 没有走多远 就发现前方出现了一辆月点车 马丁赶紧叫停大家趴下来隐藏 帕克拿出一块隔热布覆盖众人身上 两名政府士兵走下了车 其中一人拿出一个物件向天空一跑 这是一架高科技无人机 可以通过热成像搜查到活体生物 很快就锁定了一名幸存者 但并不是丽莎他们 而是另外一个倒霉的女人 两名士兵直接追了上去 事后马丁就叫上大家逃跑 可丽莎却胜母心爆炮 说什么都要帮一下那个女人 完全忘了当初就是因为自己的好心 害死了自己的妈妈 但马丁欣喜大家的安危并没有答应 丽莎斥责她没有人性 安娜选择留下来和她一起去救人 眼看着自己的相好要去送死 马丁也只好无奈地带人跟了上去 此时的女人正在疯狂逃命 没跑多远就遇见了一个臭水沟 纵身一跃竟然直接跳了过去 腿却不小心陷了进去 拼命挣扎的时候士兵已经追了上来 还好马丁及时开枪解决了他们 转头一看水沟的下游 发现了一只被感染过的动物尸体 马丁思索了一会儿 无情地给了女人一枪 因为女人很可能已经被病毒感染 只有这样才能消除隐患 在末日世界杀个人真像 打死一只老鼠一样紧张 没多久他们就发现了一处村庄 打算在这里休息一晚 好心的卷毛在一具尸体上 发现了一双血 拔下来丢给了尼克 虽然很抵触但也不得不穿 一旦脚上沾点泥水也许就会被感染 即使口渴了也不敢直接饮用 而是要先通过蒸馏后才敢喝下去 本以为从地宝出来后会一切变好 可没想会这么糟糕 就连自己的生命也可能随时受到威胁 而且马丁这帮人明显是在利用他们 没准找到地宝之后就嫌他们雷准 转头就会杀了他们 一想到这尼克无比心烦彻夜难免 只能握紧姐姐的手找点安全感 可刚要睡着就听见了一个女人的声音 转头一看是安娜鬼鬼祟祟地叫醒了马丁 尼克好奇地跟了上去 整个房间都冲刺着急促的呼吸声 这也是尼克第一次体会到了男女之间的奇妙 但也只有躲在门后偷看了分 可安娜这个女人并不简单 自从丽莎姐弟两个加入队伍之后 时不时地会偷看马丁 似乎年轻帅气地更符合她的口味 而马丁也对昨晚见到的一幕念念不忘 一不留神踩进了一个水沟 吓得她直接将脚抽了出来 后来查看先是叫安娜离远一些 端起枪准备杀了她 吓得丽莎赶紧跑过来堵住了枪口 恳求她检查一下再说 看丽莎这么坚持 杀了她弟弟丽莎肯定不会帮他们准备 只好叫上安娜戴上手套 脱掉马丁的鞋检查她的脚是否沾到水 幸运的是她的袜子足够厚 马丁这才放下了防备 丽莎也总算松了一口气 在穿过一片树林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地堡 只见女人伸手一按 紧接着就是滴答两声 大门音声打开 马丁很好奇丽莎为什么能打开地板 但她也不想解释 刚一进来卷毛就直奔中天 冲进了食品仓库 看着货架上的食物几人高兴地大喊大叫 这里的东西足够他们吃上一年 而丽莎在杂物间发现了一部手机 走近一看 屏幕上正是她和弟弟的照片 她欣喜若狂 猜测爸爸曾经来过这里 而且她在手机上面发现一些重要的信息 那是爸爸所在的阿波罗科技公司的老板 发来的一段视频 奇怪的是她不停地向爸爸道歉 事情涉及到了尼克 而且他们目前成功地到达了瑞典的组 叮嘱爸爸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要赶去瑞典 只有她的加入才能研制抑制病毒的情况 通过这段视频 丽莎猜测爸爸也许并没有死 很有可能已经到了瑞典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手机会出现在这里 但他们手无寸铁要去瑞典必须找人帮忙 把视频拿给了马丁侃 将爸爸在阿波罗公司工作 以及研制解药拯救世界的事情告诉她 希望她能帮忙同去瑞典找到爸爸 可还没等她说完 马丁就站起身笑了起来 因为这六年里这种谣言她听了无数次 心想这地堡里面的食物可以支撑他们很长时间 并不想跟着一起去冒险 丽莎只好带着弟弟独自踏上了瑞典的巡护制 可没想到他们走后不久 安娜和丽娅两人在得知丽莎的去向之后 听说有人在研制解药 没想到他们圣母心爆发的真是时候 三个人一拍集合就跟了上去 只留下了马丁和帕克在这里独享的美食 可马丁看样子并不高兴 没想到想好的就这样将她点抛弃了 此时丽莎带着弟弟已经走进了城市 这里满目窗衣没有一点生机 刚走进一个侧翻的大巴车 就发现情况不对外面出现了两个人影 丽莎急忙护着尼克藏了起来 转眼一看竟然是安娜三个人跟了上来 在路过一间汉堡店时 卷毛想碰碰运气第一个冲了进去 虽然没找到汉堡 但从地堡里面带出来的吃得足够他们挥回 可这种大张旗鼓的吃法却是十分危险 完全不知道这个城市里面的饿死鬼到底有多可怕 刚吃饱的卷毛站起身 说自己眼睛坏了想去旁边的眼睛店找复兴的 丽莎一听害怕卷毛独自一人有危险 决定跟她一起去 可两人还没走多久 门外就闪过几个人影 安娜一看就觉得大事不妙 分明是看中了他们手里的食物 急忙叫上丽莎姐弟从后门逃了出去 接着就看见一帮人疯抢着桌上剩下的食物 丽莎只是停下来好奇地看了一眼 没想到出来是安娜带着弟弟不知去想 刚刚赶到眼镜店 殊不知刚刚的突发情况已经将他们几人冲散 丽莎晃荡在大街上 大喊着弟弟的名字 喊了半天也没看见一个人影 走上台阶之后 看见铁网上粘贴了数不尽的寻人启事 上面的照片已经老旧的不像样子 这场病毒不知道毁了多少个幸福家里 此时丽莎不免开始担忧她和弟弟能否再相见 而就在这个时候 铁网的后面出现了一个奇怪男孩 眼看着天空乌云密布 不多时也许就会下雨 喊了男孩半天她也不答应 只好冲进去带着男孩找个地方躲雨 可没想到的是 男孩肚子饿了竟然在靠着马飞药片中间 丽莎不忍心看着她就这样饿死 于是就拿出了随身的食物递给了男孩 没等吃上一口男孩就饿晕了过去 而就在这时 男孩的爸爸赶了回来 十分警觉地叫丽莎离自己儿子远一点 直到看见儿子吃下食物 她才放下防备 丽莎建议男人应该带着孩子去看看医生 男人说在小巴加尔德确实有个医生能帮人看别 但因为孩子体质太弱 根本无法到达那里 听男人这么说 丽莎又拿出了一些食物给了他们 也没想到在这末世会有这么慷慨之人 好心地告诉丽莎外面的人全是禽兽一定要小心 可还没跑多远 自己却被一帮饿死鬼为主 疯了一样抢夺她刚刚得到的食物 丽莎吓坏了 没想到人竟然能被逼到这种程度 简直就像动物一样 刚想逃跑却被人群里一个长发男盯上 等他赶回汉美殿 其他人也默契地回到了这里 而就在此时 长发男就带着一把刀冲了进来 就想从几个幸存者身上抢夺食物 一听到这句话长发男顿时两眼放光 逼着丽莎说出地堡的位置 此时的丽莎也无比后悔自己说漏了错 可没想到长发男早就饿几眼了 见他不说就将尼克抓了过去 然后用刀抵住了他的脖子 还好这个时候马丁带着帕克赶过来 原来安娜刚离开地堡不久 他就跟了上来 正好赶上了这场危机 他举枪命令长发男放下刀 然后 真没想到还有这么一处 刚捅完人就抢了一包食物逃离这里 马丁喊住其他人不要追 因为尼克很有可能因为失血过多死在这里 看见弟弟的模样 丽莎早已乱了阵脚 其他人也蒙在了当场 就因为多了一句嘴 差点把亲弟弟害死了 这个女人真的是一点也不准记性 他们只好找来一辆超市车 打算前往最近一处地 看看是否能找到医药箱 好了一个钟头地堡是找到了 可没想到大门早已经被其他幸存者破开 等几人进去查看 连个渣渣都不剩别说什么医药箱了 还好丽莎身上带了点纸痛药 刚好缓解了尼克的疼痛 可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此时丽莎只好恳求马丁能够帮忙 听说在小巴加尔德有个医生 只有将尼克送过去才能救活他 而马丁也不再隐瞒 他拿出一个圆形物体 这是他在地宝石偶然发现的 手指轻轻一按闪烁出一张地图 而且从地图上看 他们明显处在一片隔离区 怪不得政府军看见活人就杀 就是怕有人从隔离区逃出去感染其他人 而医生所在的地方正好处在隔离区的边缘 中间存在着一堵墙 他们猜得没错 地堡外面的丽莎用望远近查巡视 桥的另一边刚好有一辆政府军的车辆金 越过封锁没准会被当场射杀 此时的丽莎只能暧昧地请求马丁帮忙 可没想到这一无心之举 却让一旁安娜打破了醋坛 温柔地抚摸起了尼克 马丁看到后打破了更大的醋坛子 两人因此大吵一架 也为以后的事情埋下了祸根 为了能救弟弟 丽莎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自己充当诱饵吸引政府军 没走多远就被一架无人机发现 他只好跑进一栋大楼 无人机从头顶飞过 通过热成像感应到了活体生物 几秒钟的时间一辆越野车纹声感来 三个全副武装的士兵朝着丽莎步步逼近 却没想到猎人秒变猎物 无人机瞬间被打掉 还没来得及反 身后又冲上来挤 三下五除二将他们打倒 帕克建议上面的马丁直接杀了他们 丽莎却上千阻止说抢了车就行 帕克一听气个半死 怒斥他你这娘们真磨叽 都世界末日了偏偏还要当什么圣母 之后将三个士兵绑了起来 马丁拿出电子地图 从他们口中确定了隔离区的位置 而就在这时 车上的对讲机突然响了 其他巡逻小队发现了异常很快就会打来 帕克叫来马丁建议赶紧杀了士兵 此时的黄毛却瞪大了双眼 因为他看见了其中一个士兵身上的纹身 他的家人就是死在这个人手上 然后 虽然丽莎极力反对 但也无可奈何 随着几声枪响 人生无常生死难料 真不知道这几个士兵能不能活下来 很快几人就驾着车赶到了医生所在的小站 通过无人机的热成像确定了具体位置 可没想到女人十分警惕 直接举起枪对准了这群不速之客 直到看见尼克身上有伤 他才放下防备 将这帮人请进了房子 三两下就将尼克的伤口缝合 不得不说这女人的医术是真的好 可就在这时 丽莎那张不兜风的嘴又开始害人 医生只是问了他爸爸是做什么的 他竟然毫不掩饰地说爸爸在阿波罗上班 而且正在研制解药拯救世界 那叫一个自豪 殊不知此时的女人眼露凶光 动起了杀心 只见他带着一男一女来到了一个地堡 手掌倒立轻轻一触 滴答两声大门音声打开 花言巧语地将两人骗了进去 接着让男人躺在床上 没等尼克反应过来就将他双手锁死 此时的丽莎才发现情况不对 可医生早已变了脸 突然冲过来将丽莎顶到墙上 而马丁那边也发现情况不对 只见大批的政府军朝着他们冲来 赶紧叫上卷毛两人准备离开 可没想到这个时候出了一个大变故 一个士兵手臂上的纹身看着好眼熟 卷毛震惊万分 质问马丁为什么不杀了他们 接着就抄起一把猎枪冲了住 是要杀了士兵为家人报仇 马丁和帕克两人都没能拦住他 但他们不敢跟上去 只能躲在里面帮着卷毛打眼 可论起杀人卷毛一点经验也没有 他偷偷走到那人身后 然后 随着一声枪响 十几个士兵朝着卷毛冲来 此时的卷毛已经吓破了他 根本不知道逃跑当场被抓 思索在三马丁还是没有开枪救人 接着就带着帕克匆匆地跑出了房子 准备和其他人会合 此时丽莎也被医生绑了起来 之所以抓了他们两个 就因为他父亲及公司部分高层 为了一己私欲攻击大自然 这场病毒正是丽莎的父亲亲手造成的 可悲的是 医生的孩子因为这场病毒失去了生命 只有杀了丽莎两人才能解了他心头之痕 听到这个消息 丽莎和尼克无比震惊 一直以为父亲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 没想到竟然成了病毒的制造者 可他们没有时间去想这些 医生已经开始琢磨如何报复那个始作俑主 只见他拿出平板电脑 准备将姐弟俩的死状直播给他们的父亲 让他也体会一下失去孩子的痛苦 做完这些他就来到尼克的身边 抄起一根针管就要扎下去 姐弟俩真是一个娘胎出来的 明明是人家救了你 还在这里埋怨 临走前丽莎顺走了那根针管 里面装的什么小编也不知道 可没走多远 帕克却突然停了下来 经历过这些事 他明显感觉眼前的马丁不像刚刚认识那样冷漠无情 要不是他的意识心软没有杀了那三个使命 卷毛也不会因为报仇心切被抓 看到马丁这样执迷不误 帕克也是无奈 毕竟圣母的吸引力太过强大 殊不知此时的马丁早已不是六年前与他出生入死的铁哥们 经历了这么多 丽莎对马丁也产生了好感 丝毫不顾及安娜的感受 偷偷牵起了马丁的手 两人彼此心意相连 丝毫没有注意到身后有一双冰冷的眼睛 正在盯着他们 女孩不顾妈妈的阻拦参加了一场同学派对 最好的闺蜜偷偷地在她的饮料里下了 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女孩一口气喝了金光 当她一觉醒来 惊恐地发现昨晚遭受了多人的侵犯 而且视频传到了社交平台 她不知道该怎么办 只好打电话给妈妈求助 可没想到妈妈也看到了视频对她失望透露 而同学们看到之后 没有一丝的同情反而笑出了声 女孩心情跌落到谷底 同时涌出了一个邪恶的念头 诅咒看过视频的人都去死 谁知下一秒天空电闪雷鸣 转眼间就吓起了大雨 外面传来疯狂的尖叫声 没想到这并不是普通的雨水 接触到的人会神志不清呕吐不止 严重地会浑身抽搐当场死去 女孩早已吓破了她 此时电话响了 妈妈焦急地询问她的安危 说马上过来接她 可刚一出门就听见了妈妈的惨叫 这场病毒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 女孩也因此失去了家人 她只能跟随马丁等人走进了丛林 在下雨之前必须寻找到庇护所 这是一架高科技无人机 有了她的帮助 众人很快发现了一处庄园 可刚要进去身后突然出现了一个男人 委婉地告诉他们进去可以 但要先交出武器 眼看别无选择马丁只好交出了手里的枪 没想到刚走进房间就被反锁在了里面 众人惊恐万分但外面吓着 只能等到第二天再想办法离开 清晨一个叫凯伦的老女人打开了房门 先是带着众人来到了菜园 介绍起他们种植的蔬菜 土豆西红柿样样都有 在毒雨的世界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凯伦拿起一个西红柿地给了他们 但谁也不敢吃 生怕这东西已经被毒雨侵蚀 他只好以身示范一口吞了下去 几秒钟之后并没有当场死去 反而活蹦乱跳了 众人疑惑万分 马丁十分谨慎 自从来到这个庄园 他就隐隐地感觉哪里的对劲 之后凯伦带他们来到了浴室 希望他们在这里洗个热水澡 剑丽莎等人不相信 凯伦淡定地走进了浴室 打开喷头之后温水倾泻之下 先是洗了一把脸接着淋满全身 吓得众人连连后退 之后他们终于放下了疑虑 六年没接触到谁简直开心的要命 可军人出身的马丁并没有参与 他偷偷地打开了一扇门 准备好好查查这庄园到底有什么秘密 在货架上发现了几双孩子的血 马丁思索两久 自从来到这里从没见过有小孩玩耍 刚想质问胡子男 在身后玩耍 除了马丁之外 其他人见到丰盛的食物开始大口肚 管他有没有毒仙吃饱了再说 与此同时 尼克伤口出现了大面积感染 丽莎找到庄园的医生帮忙医治 可没想到这个医生眼神多闪 接着拿出了一个针管 当看到这个东西丽莎感觉似曾相识 看丽莎这么紧张 医生解释说只是普通的镇定剂 为了以防万一丽莎只好说 自己身上还有点马非药片 可以暂时帮弟弟止痛 临走前偷偷地顺走了那根针管 跟死去女医生的那根一笔简直一模一样 此时丽莎隐约地猜到 这个庄园并不是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 马丁依然没有停止对庄园的搜查 他偷偷地来到地下室 看见几人在厨房里鬼鬼祟祟地坐着什么 刚想进去查看 却被一个女人拦住告诉他不应该来这里 到了晚上 他带着丽莎再次来到这里时 案板上已经被收拾得干干净净净 显然这里的人在向他们隐藏着什么 马丁思索良久也没有发现问题在哪 看着桌上的西红柿 只有自己亲自尝尝也许能有所发现 丢进嘴里咀嚼了半天 味道跟普通的西红柿没什么区别 为了安全起见 他把这几天看到的事情告诉了众人 建议大家马上离开这里 可他们因为贪恋这里的蔬菜和面包 大部分选择留下来 马丁也是无奈 而就在这时 凯伦突然走进来 说晚上有一个派对盛情邀请他们去参加 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想 趁着其他人参加派对的时候 马丁又一次跑进了地下室 当他打开冰箱 却惊恐地发现里面挂着一块人体躯干 经过加工熬成了香喷喷的肉汤 这些六年没见过荤腥的人 哪里见过这样的美食 二话不说开始大口躲的 可还没等他们吃完 一个胖女人端着一个盘子走过来 里面放着一些奇怪的盲盒 丽莎等人立马感觉肠胃翻滚当场拖出来 反观一直靠着这个吃法维持体能的其他幸存者 并没有多大的反应 知道实情的马丁也赶到了这里 一拳打倒胡子男 混乱之时医生拿起枪对准了马丁 他们成了带宰杀的羔羊 就看是谁能那么幸运抽中带花的盲盒 倒霉的是吃得最多的丽莎抽中 谁让你刚才吃得最欢 两个幸存者走上前就要将他带走 可没想到 几天的相处凯伦对丽莎产生了感情 他把丽莎当成了女儿一样照顾 趁机抢过丽莎手中的花 决定替代她 丽莎无比心痛 自从来到这个庄园 凯伦给她的感觉就像自己的母亲 她也不想凯伦替自己去死 但凯伦心意一决 丽莎等人早已被吓破了的 站起身就要离开 没想到胡子男并没有为难他们 在这里不管是留下还是离开都出于自愿 可仍然有人愿意这样肮脏地活着 马丁要回了枪和背包 丽莎一直怀疑这个庄园跟阿波罗有关 于是就恳请医生将事实告诉他 医生也不再隐瞒 不光认识他父亲 而且这场病毒也是他们一手造成的 因为医生的坦诚相告引起了胡子男的不满 决定不再留他 丽莎等人还没跑多远 就发现医生悄悄地跟了上来 接着就拿出那根针管对准自己的脖子 然后 针管理装的正是致命的病毒 也许是因为负罪感医生决定以死谢罪 不久后 他们靠着无人机又找到了一间庇护所 可这里却出现了一条狗 动物身上可以携带病毒 但他们却不会因此感染死去 马丁本想杀了他但却被帕克拦住 殊不知就因为这一时的心软却害死了安娜 经过几日的奔波他们的食物所剩不多 马丁决定带队去最近的一处地宝碰碰运气 此时的安娜整天和尼克腻歪在一起 马丁也是敢怒不敢言 毕竟每个人都有恋爱自由 他不也是整天和丽莎两人弄得含糊不轻 马丁正准备出发 可尼克却撒谎说自己有伤动不了 实则是想找个机会和安娜独处 安娜似乎也知道了尼克的心思 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 马丁健壮也不想再拖 将安娜叫到外面两人和平分手 成年人的世界就是这么简单直接 两个彼此相恋的人因为一场误会而分道扬雕 还好安娜是个乐观的女孩 而且尼克似乎也非常喜欢她 没过多久 几人就找到了一个地宝 从里面的物品猜测 应该是住着一家三口 墙面上还有孩子化的涂鸦 见帕克不停地吃着这里的食物 丽莎又开始圣母心爆棚地怒斥着帕克 要是孩子回来没有吃的该怎么办 两人因此发生了争执 也将帕克内心对他的厌恶推到了顶端 他拿起一瓶酒准备一醉方休 而就在这时 平板电脑上的视频引起大家的注意 原来这里住着一个科学家 只见他将一个男人五花大棒 趁男人回头的功夫将病毒注入男人的体内 没几秒钟的时间 男人就浑身抽搐而死 科学家将结果汇报给了顶头上司 丽莎一眼就认出那个人就是他的父亲 这样的视频里面有几百个 他们这样做就是为了找到 能靠着自身免疫抵抗病毒的人类 无数的幸存者因此成为了实验小白鼠 就连这个地堡的小女孩也许已经遭遇了毒 可即便是这样 丽莎依然相信父亲这么做是为了拯救世界 气急败坏的帕克再也不想忍受丽莎的圣母心 趁他不注意 直接将他推进了雨中 男人是小镇上出了名的啃老族 这天父亲突然来找他 花光积蓄给他买了一辆车 男人心里乐开了花 结果要是就说要环游欧洲 可没想到父亲却一脸阴沉地告诉他 以后不要再回来了 他用这种方式赶走了亲儿子 离开父亲的他毫无生存能力 只好将车开到海边 外面下起了雨 男人的内心也无比的凄凉 躲在车里睡觉没想到救了自己一命 等天晴了 男人刚下车就发现不对劲 海滩上突然出现了大批的游客尸体 殊不知就是刚刚的雨水驳去了所有人的生命 刚回到家就看见马丁拿着枪对准他 六年前帕克就是这样认识的马丁 开始了逃亡之路 他对马丁言听计同 可自从丽莎的出现 两兄弟再也没有了昔日的感情 而且因为丽莎每每圣母星爆棚 让他们深陷险境 帕克终于忍无可忍趁他不注意的时候 一把将他推进了雨中 接着就大喊着马丁出来开枪杀了他 看到深陷雨中的丽莎马丁惊恐万分 毕竟是自己相好的 思索再三也没忍心下手 可帕克一直不停地催促马丁开枪 没想到丽莎却站到了枪口前 然后慢慢推到丽莎的身旁 想以这样的方式保护丽莎 马丁眼里流下泪水 面对帕克的催促也乱了阵脚 一把将他推开 但奇怪的是两个人淋雨后并没有立刻死去 难道是雨水中的病毒消除吗 马丁只好将丽莎两个关进了格力屋再做打算 突如其来的情况令马丁不禁怀疑起了帕克 可丽莎一直没有将事情说出来 听到帕克这么说 马丁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先是将丽莎两个人放了出来 接着带着一瓶酒走出了地面 他想证明自己到底有多爱丽莎 然后静止地走到雨中 任凭雨水淋湿自己的全身 可没想到马丁没有任何反应 躲避六年的雨水在这一刻变得干干净净 几人大笑地站在雨中翩翩起舞 帕克落寞地看着这一切 他这么一闹不仅证明了水中已经没有病毒 还促成了马丁和丽莎的感情 但在马丁心里女人比朋友更重要 趁着丽莎睡觉的时候 叫上帕克走出了地堡 他不允许任何人去伤害丽莎 即便是曾经最好的兄弟 也要无情地将他赶出了队伍 帕克伤心欲绝 他也没想到马丁竟然为了一个女人将自己抛弃 而就在这时 熟睡的尼克丝毫没注意身边出现了一只野狗 正在填食安娜的脸 等他起身时才发现安娜已经感染病毒而死 雨中虽然暂时没了病毒 但动物身上的病毒依然能让人死 尼克伤心欲绝 抱起安娜准备去找姐姐 可没想到帕克刚好赶了回来 在生死攸关的时候 人只为了自保 帕克的做法也在正常不过 可他还没有跑多远 就被阿波罗公司派出的清除者抓住 然后对他不停地殴打 此时正好有一个胡子男上了车 打算从他的口中打听出丽莎等幸存者的下落 见问了半天帕克也不说 接着就将他按道 拿起一把钳子塞进他的口中 随着几声嚎叫 帕克说出了丽莎等人的位置 看见女友的惨死 尼克伤心欲绝 为了不让他横视野外 制作了一个简单的滑板去找姐姐丽莎 刚到这里就被丽莎关进了隔离屋 尼克不理解马丁和丽莎为什么这样做 焦急地在里面大喊请他们帮忙 没想到末日世界的人类竟然都这么冷漠 就连自己的亲姐姐也同样如此 可尼克哪里知道 外面的丽莎焦急万分 生怕尼克这样待在里面会被感染致死 与此同时马丁情绪也非常低落 他曾经爱过安娜 没想到刚过去半天的时间就死在了自己的眼前 为了安慰尼克 丽莎只好穿上防护服走进了隔离屋 委婉地劝说尼克安娜已经死了 这样抱着他会被感染 尼克悲痛欲绝 不管丽莎说什么他也听不进去 而且有了自杀的念头 趁着丽莎不在的时候 带着一个对讲机偷偷地离开了地宝 联系上了清除者的头目胡子南 胡子南一听到尼克让自己去抓他不由的大胆意外 想不通为什么会有人主动求死 直到帕克说出了实行他才恍然大悟 接触过感染者尼克竟然没有当场死去 也许就是他们要找的人 胡子南受雇于阿波罗公司 老板瑞克为了统治人类 先是制造出了毁灭世界的病毒 将丽莎等人所在区域划分成了隔离区 然后派出大批的清除者 寻找能靠着自身免疫系统抵抗病毒的人类 提取其血液制造解药 想通过这样冷血的方法成为人类的主宰 为了让清除者们听命于他 强迫他们喝下一种黄色液体 里面含有几千粒微型内米胶囊 喝过之后脖子上会产生过敏反应 重要的是只要有人想要跑出隔离区 就会当场暴体而亡 此时丽莎也通过无人机发现 尼克身边出现了几个清除者 赶回来和马丁两人商讨救人计划 但对方人多而且武器精良 他们只能智取不能应来 通过无人机发现了一个落单的清除者 先是大叫了一声吸引了男人 然后由丽莎和丽娅两人夹死引他靠近 马丁则从身后偷袭将其抓住 准备当作人质换回尼克 双方约定树林见面 可就在交换人质的时候 尼克一心求死死活不想跟姐姐回去 可这个大兄弟我真的无法理解 想死就找个简单的方法 何必要弄得这么复杂 就连丽莎这个全剧最大的圣母 都快被她的任性欺诈了 丽莎也没有想到尼克早就报了必死的决心 趁丽娅不注意的时候 抢过了她手里的病毒 对准自己的脖子注入了体内 没几秒钟的时间就倒地不起 惊得丽莎待在了当场 还没来得及哭泣 尼克竟然又活了过来 胡子男惊喜万分 前前后后抓了那么多幸存者 没想到尼克就是他们要找的人 此时的帕克被绑在房间内等待着死亡 没想到危机刚一解除 马丁就跑过来救她 两人相视一笑 经过这些事兄弟两合好如初 丽莎等人也决定跟随胡子男 前往阿波罗总部寻找父亲 尼克成了全人类的希望 可此时他似乎还没有从安娜死亡的痛苦中走出来 但他真的会拯救人类吗 临行前其中一个清除者只是亲了他的额头 没想到丽莎等人刚走不久 他就中毒身亡倒地不起 转眼过去了六年时间 父子三人第一次相见 可面对亲生父亲尼克却是十分的陌生 丽莎不停地拍打父亲的胸口 埋怨他六年时间里为什么不来找他们 此时马丁等人被安排住进了一间地堡 惊喜地发现卷毛并没有死 原来当初被清除者抓到后并没有杀了他 这里睡得好吃的香 卷毛看似成了这里面最幸运的人 可事情没那么简单 只见一个女人端来几杯黄色药液 谎称营养补充计骗马丁等人喝下 马丁很谨慎怀疑这里面是不是放了毒 等女人示范一口气喝下去之后 才打消了一律一饮而尽 与此同时 尼克被关进了隔离室成了实验体 父亲也是无可奈何 告诉丽莎就不该来这里找他 听得丽莎一头雾水 原来父亲早就知道尼克身上有病毒的解药 之所以将他们关进地堡 就是为了防止阿波罗公司发现他们 为了以防万一 他将地堡的大门封死 并将位置从电脑上清除 可没想到还是引起了同事胡子男的怀疑 为了保护儿子不成为实验体 趁胡子男不注意 从背后偷袭将其打死 但他也没有想到 丽莎不仅将尼克养大 竟然还找到阿波罗祖部 他劝丽莎赶紧离开 如果要用尼克的血液去研制解药 尼克很有可能会死在这里 六年来他一直苦苦寻找能够代替尼克的人 杀了很多无辜的幸存者 父亲的做法遭到了丽莎的斥责 但他们没有时间在这里争执 为今之计只有赶紧离开这里 父亲叫丽莎原地等待他去接尼克出来 可刚到实验室就发现情况不对 为尼克做检查的医生全部死亡 他猜测尼克的身体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从尼克的嘴里采集到样本 放到显微镜一看才发现 尼克身体里面不仅有病毒的解药 而且它本身也成了尸体病毒 更糟糕的是尼克身体里的病毒似乎发生了变异 触碰他皮肤的人都会死 如果尼克从这里逃出去真的会毁了全世界 思索再三 父亲拉响了总部的警报 还是将病毒变异的事情汇报给了老板瑞克 深知尼克逃出去会害死所有人 父亲决定亲手杀了自己的亲儿子 可没想到丽莎在身后偷听到一切 转身叫尼克穿上防护服就准备逃跑 可还是被父亲发现在半路上拦住了他们 心想自己已经毁了这个世界一次 绝不允许自己的儿子再去毁第二次 举起枪就要杀了尼克 犹豫了半天也没下得去手 此时的尼克也不知道父亲为什么会这样对待自己 马丁拦到身前希望父亲放他们离开 可没想到父亲竟然直接开枪打伤了马丁 接着举枪就要杀了尼克 然后 丽亚一脚踢晕了父亲 驾着一辆越野车冲出了阿波罗组 前方就是隔离墙 而且还有大批的清除者拦住了他们 领头的正是胡子男 虽然没有为难他们 但却说出了一个惊天的秘密 那就是马丁等人喝过的黄色液体 不光会造成脖子上出现红疹 只要走出前方隔离墙半步 就会立刻暴体而亡 只有丽莎和尼克没有服用 马丁劝他带着尼克离开这里 两人依依不舍地告别 可没想到丽莎刚上了车就改变了主意 他舍不得与马丁刚刚建立的感情 舍不得与其他人的友谊 他们是一个团队 谁也不能将他们分开 接着调转车头冲进了隔离区 阿波罗公司的老板下令对他们进行抓捕 目的就是得到尼克这个活体毒王 自此参与第一季完结 感谢大家听我啰嗦了这么久 下期更精彩